这火锅到底有没有毒啊 你在这吃了半天都快吃完了 毒 毒 好的 怎么了 毒 独特 这玉厨就是玉厨 连味道都 都这么独特 味道独特也不早点告诉我们一声 自己吃都快吃完了 你还发什么愣啊 快吃啊 要不给这贪吃鬼吃光了 没错 我不能再等了 好香啊 我的 来 相爷 孙公公在外求见 不见 什么人来 都是我不在 可是公公说有十分要紧的口信 不见 难道 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 是 是 小的 这就去给我回答 这就去 拜见娘娘 找到严丞相了吗 回娘娘 相府回话 相爷不在家 不过 相爷倒是留下一封信交给娘娘 不过 相爷倒是留下一封信交给娘娘 那我把这把古情交给娘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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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家店不是谷物 很难脱手的 我急着用钱 掌柜的 你就开个价吧 我下期就开一个小鸡的给他 他永远都来了 一边回来 我下期就开一个小鸡 我下期就 processes了 你还是听到说 你真的没有啊 这边走 我下期就把你给我 那边走 我下期就把你 evolutionary 我上期到你 尹大人 田生 好琴啊 这把琴是宁乡公主送的 这把琴的材料的确是不错 只是可惜了 一支妹 听说你还要做更好的琴 曾经有过 那是我亲手做的 那她现在在哪里 本来是在一座坟墓里头 可是现在 不知道在什么人的手里 一支妹 以琴来陪伴她的爱人蓝芯 可是坟墓被人挖开了 那把琴也就不翼而飞了 那把琴 应该陪着蓝芯 应该是陪着我的蓝芯 如果让你看到这把琴 你还能认得出来吗 那是我亲手做的 怎么会认不出来 相爷为什么会这么问 莫非你找到琴了 不 只是有点线索而已 太好了 相爷 这一定是一套重要的线索 我相信 如果不是极为关键紧要 绝对不至于盗墓窃琴的 所以如果能够找到琴 对于追查 一定大有帮助 相爷 可不可以带我去看一看 这太冒险了 你还是在这里比较安全 可是相爷 只有我才能够认出那把琴呢 相爷 相爷 只要你一声令下 我们说走就走 在毫不声张的情况下 我们三个人来回一趟 是不会有人知道的 而且我还有点能耐 保护你们 不成问题 这个 冰桂神速 异常目睹 好吧 那我就议你 不过你听我一句话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你一定要保护好一只妹妹 相爷 你是怎么找到这把琴的 就是铁生所说的 琴是线索 我就派人到古观店 他们会运气吧 相爷 这种默默耕耘 实事求是的精神 铁生要好好地向您学习 太好了 如果找到那把琴的话 我的蓝心在九泉之下 就可以瞑目了 蓝心 相爷 您大概没有见过蓝心吧 如果您见到她的话 也会为她弄心的 好 到了 就是这家古观店 这边 三位大爷 想看些什么呢 看琴 看琴 我这里卖的都是琴 有的是 请看 这是焦尾琴 这是广林琴 这是薄牙琴 这边来看 这是鸡康琴 怎么样 够多了吧 掌柜的 我们要的琴 你们这儿没有 三位爷们 你们到京城打听打听 如果说我这里的琴不好的话 那全京城再也找不到好的琴了 那你们这儿有没有琴上面磕着一枝梅花的 一枝梅花 一枝梅花 巧了巧了 你们前天来的话 那我可得认栽了 昨天正好有人卖了一座琴 这琴的背后就是磕着一枝梅花 真的 真的 掌柜的 把古琴给拿来 快点 就在楼上 来 好 守住这儿 不得让人上楼 是 只需要 不得让她 在楼上 您 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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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忘了被人发现了 发生的事情我全都知道了 不论如何我一定要来看你 我一定要来看你 叶峰 我害苦了你 我真的害苦了你 本来以为 一把火可以了却我和易争 既然是同兵相连 就不妨黄泉路上做个办法 谁叫我们两个人 都爱上我们有缘无分的人 不过他比我心里多了 起码 他还有一段值得回忆的好日子 可是我们 从头到尾 都是煎熬的 对不起 我对不起易芝梅 我更对不起你 我也对不起你 到头来 快别说这些话了 你已经为我付出了一切 甚至于 我写出此下册 要牺牲自己的性命 我 我差点就见不到你了 你真的是不舍得 真的伤心难过吗 对你而已 我和一只美斗鱼的 都是多余的 不是吗 不 不是 在我的生命里 你们都占有着同样重要的位置 面对如此残忍的局面 我的心 一直淌血 好 好了 别哭了 他敢眼泪 你回去吧 回去又怎样 我回去又能怎么样 你怎么说这种话 我说错了吗 反正我都完了 王爷一定会让一只美见到我 到时 我的假面具一定会被拆穿 不会的 你就一口咬电视网 什么事情都推到我的头上好了 什么 你就说我 当时一切都是我安排的 你全案不知情 是我犯了欺君大罪 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然后呢 然后 你就赔上了性命 而我这个娘娘也当不成了 要再被打回原形 不 不 不 与其这样 我宁愿意死 娘娘 去找王爷 快去找王爷 找王爷 找王爷 至少我们还有赢的机会 至少我们还有赢的机会 去找他 他可以任何条件 你都答应他 我们的条件我不能答应 能 没有什么不能答应的 只要把王爷拉拢过来 他要造反 我能答应吗 你忘了共传一案吗 他还想杀掉皇上 他又记得多少手段 他现在无非是改变的手段 他和我大臣收买民心 他知道我不能被收买 所以就用一只梅来威胁我 我能答应吗 那 那你先骗他 先稳住他 等到一只梅的事情解决了 我们再想办法解决好不好 没那么简单 我不会轻易松口 我绝不能动作 你这是干什么 你不答应我 我就不起来 对 我求求你 你答应我吧 我求求你了 颜峰 我求求你了 我求求你了 我求求你颜峰 求求你了 求求你 我答应你 王爷 为何按兵不动 你马上可以置梅飞与颜峰于死地 梅飞和颜峰死了 对我有什么好处 这 只有他们归顺我 这样 才能对我有好处 要颜峰 要颜峰归顺 难 难呢 清兵王爷 言相也到 怎么样 没那么难吧 把它收拾掉 王爷应免 能再告退 去吧 颜峰 去吧 好处 好处 客气了 请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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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请 来 我说严大人 视食物者为俊杰 你能来 我心里很高兴 一证明 果然命大 严峰已经束手不策 请王爷指教 这么多年来 我也一直在培养自己的人脉 能交心的交心 不能交心的交钱 实在无法交道的 我就掌握他们的隐私 然后 威胁他们 顺从王爷 这只是对付一般官员的手段 哪能用来对付你严大人 那王爷 有什么好东西送给我呢 炸药 这天牢的地下 我早已不满了炸药 只要岩将爷点个头 一支梅 马上就能炸个粉身碎骨 从此以后 梅飞娘娘和岩大人 你们就可以高枕 无忧了 可是 可是天牢里面 还有其他人呢 其他的人一起炸死 不是更能掩人耳目吗 王爷 您早就知道 一支梅 会不会关到天牢里 我非常了解航铁生 他们入京之前 我早已买通了狱卒物 在大牢里埋着炸药 只要炸药一响 我除掉红铁生 你除掉一支梅 无地抽筋 又无后患 王爷 你不会白白地 为阎光设想的这么周到吧 真要是趁了我的心 我倒是应该怎么动 才能叫王爷如意呢 我只要你 盖个手印 手印 你我共坐江山的盟约 共坐江山 对 只要本王登基 一定风土炼猴 王爷 你的野心 不小吧 没错 多少年来 我卧心长胆 等的就是这一天 年下 这是风土炼猴的盟约 只要本王登基 立刻封你为一字并肩王 来 盖着它 别再犹豫了 夜长猛多 几古轩那场大火 航铁声早就起了疑心 万一发生了什么变化 这梅飞娘娘 可是万劫不复啊 盖吧 为了梅飞娘娘 你也得盖呀 盖吧 年轻 rename 为了莎 被bre ring 去如然 赵 lass 属 满 corri 晒 海 马 枝 加 迹 带人炸天牢 一支美活不了了 今夜三斤 我派人炸天牢 哈纳 你 一耐 你怎么不躲啊 我要替你醒酒 又有什么醒酒 又行 都要情消失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你为蓝芯谱的曲子 是 我知道蓝芯生前最喜欢这曲子 真是天土红颜啊 你们本来是多好的一对 他死后 我每天都在弹这曲子 不知道 此时此刻他一定在听 他在听 他的活泼 一定时常在我左右 没完他听完这一曲 才会安心 叶峰 快三斤了 你到这里来干什么 我 你来救航铁生 航铁生是无辜的 我不能让他死 可是救了航铁生 就等于救了一只梅啊 国家不能没有他 我只把他一个人带走 航铁生 住在牢房里面 寸步不离 就是为了要保护一只梅 你怎么可能单独 把他一个人带走 娘娘 你来这里干什么 我 你不是来看一只梅的吧 我 你难道就忍心 看着他死吗 快三斤了 娘娘 我 我欠一只梅的 来生 我会还他 今晚 他一定要死 他死 航铁生就得死 这天下 就没有人能对付你 叶峰 我不乖 我一定要炸掉天牢 娘娘 我一定要救哈铁生 如果你要救他 就先杀了我 娘娘 得罪了 她们 她们 相爷 都这么晚吗 怎么还到这里来 我不放心 睡不着 您睡不着 瞧 她睡得多好 相爷 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相爷 相爷 你怎么了 你的脸色啊 天上 我有种不强的感觉 快 我们赶快走 脚一直没起来 不然要出事了 赶快走 怎么了相爷 发生什么事了 相爷 现在敌案我名 我认为 把一阵没留在天牢 是最安全的 我反对 正因为敌案我名 你想得到的 别人也想得到 赶快走吧 不然就来不及了 快 赶快走吧 走 你真要我们走了 为什么呢 别问这么多了 你们只管听我的 好不好 走 不然就来不及了 快 相爷 相爷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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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医生 严大人 你要带他们去哪儿啊 公众 只能我们回头向您解释 现在没有工夫 我们要离开这儿越远越好 铁生 你要提高警觉 这儿怕已经有埋伏了 这儿怕已经有埋伏了 公主 你如果不给我一个好的理由 我只当你要杀人灭口 林香 严大人不是这样的人 我不管他是怎么样的人 我只知道 我轻易这么一条性命 任何可疑的行动 我都不能不防 是 是有人要杀人灭口 所以我才着急 我是来救他们的命的 这么含糊气死的话 我不听 铁生 你在一直没回天了 公主 千万不能回天牢 为什么不能回天牢 公主 再不到 我们真的来不及了 走 你再动一步 可别怪我不客气 公主 天牢 是天牢 你们看 天牢找我了 娘娘 王爷 銀像也来了 你们长话短说 我到外头给你们看着去 你居然救了一枝梅 你是不是疯了你 我是为了救航铁生 航铁生不死 早晚要害死我们的 你我死何足惜 我为我保住航铁生 我死也瞑目 你是不是疯了你 你既然活得不耐烦 又何必来找我 这么多年来 从没有人敢这么戏弄我 眼疯 你要为此付出代价 我这就去见皇上 你和梅菲 等着被淋池吧 这件事情 我们有本可以获贝获利的 何必要弄得三脉剧上了几面呢 眼疯 我知道 你的心里面充满了委屈和不甘 挣扎和盲盾 如果 你不愿意再忍受的话 你现在就跟我聊一句话 大迷糊就在前面 我跳下去 一了百了 一了百了 长痛 俘虏短痛 不可以 我不能让你做啥事 我不能 那你就给我一个承诺 你身份我 身份我 身份我 你老是告诉我 刚才皇上召见你 你都说了些什么 我向皇上禀告 我截获了线报 天牢的牢头接受贿赂 一谋要炸死航铁生和一支煤 但我及时赶到 牢头发现事迹已经败露 便引爆了炸药自尽 幸好 我已经带着航铁生和一支煤 先逃出来了 皇上信了 皇上已经下了命令 把天牢的狱祖全部撤换 把航铁生和一支煤 送到安全的地方 严家看护 什么地方 灰心大臣的住处 我的妈呀 天牢也被炸了 太危险了 幸亏昨天晚上我没去送火锅 你们放心 到了我这儿 没人敢动你们一根海帽 吉古轩一场大火 天牢又是一场爆炸 我总感觉 这凶手就在我身边 在你身边的 就我们铁生啊 不 再就是我啊 那我们都成了凶手了 一直没说的有道理 没道理 天牢都能炸了 凶手一定近在直取 再近 也没人了 那是严大人啊 怪谁也不能怪严大人 九天晚上要不是严大人 我们早就被炸成灰了 可不是吗 绝不可能是严大人 就是嘛 要是连严大人都不能信 那就没人能信了 我怀疑是 是王爷 对了 王爷最恨我们铁生 王爷 不可能 昨天我们就找古琴这件事 没有人知道 古琴 古琴 一支眉 你再弹一曲 这都鸡成什么样了 你还让他弹什么琴呢 一支眉 再弹一曲当年蓝芯 最爱听的曲子 好 我可以帮他睡一会儿去 欣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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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大还掩睡觉啊 哎呀 能不睡吗 弹着慢慢吞吞的音乐 你以为我想睡啊 哎呀 欣姨 咱们得帮铁声破案啊 听琴就能破案啊 那我老去梅飞娘娘弹琴 我就能上开封府了 哎 梅飞娘娘也会弹琴 我到他的那个 寝宫去了一趟 看见他那也摆着 这么一个古琴 梅飞娘娘 哎 铁商 你总不会怀疑到 梅飞娘娘头上吧 这一支眉书的好 想害我们的人 一定就在我们身边 我们在宫里 这宫里的人 就最有嫌疑了 哎 宫里的人最有嫌疑 那你怎么不怀疑太监呢 哎哎哎 干脆怀疑皇上得了 是 太监皇上都没有叶明珠 也没有古琴 可是梅飞娘娘 这两样都有 哎 我拿脑袋担保 不是娘娘 燕青你说是不是啊 娘娘挺善良的 你看燕青也拿脑袋担保 哎 哎 我没有啊 嗯 哎 娘 你把这琴拿去 偷偷把梅飞的琴给换了 换琴 换琴干嘛 这琴不是梅飞娘娘的 她应该不认得这把琴 对吧 那当然了 梅飞娘娘哪认得一只梅这破琴呢 话别说得太早了 你把琴换了以后 你躲起来 看看她的反应 哎呀 铁生你这真是脱裤子放屁 多此一举 你说是不是啊燕青 哎 琴呀 换就换 嗯 这真金不怕火烈 娘娘不怕把琴换 琴借我 嗯 娘 嗯 这就辛苦你了 启离娘娘 姐姐 你好久都没有来看我了 想死我了 哎呦 这些日子 我忙 都在宫里面 你有什么好忙的 跟太监说一声 让他们去办不就行了 快坐啊姐姐 哎呀 别提了 我们铁生最近啊 倒霉透了 一会儿被人炸 一会儿被火烧 反正啊 八辈子的小人 都让他给犯了 我这个当娘的 能不操心吗 啊 这些事 我也听说了 该吓人的 嗯 娘娘 我知道是谁干的 我这个当娘娘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